剛剛我們用的方法是比較標準的 就是一個一個加進來 來我問一下老師 您平常在看那個YouTube影片啊 會不會有看到就是有那種播放清單嗎 有 那你假設這個播放清單是 不要說100啦 我們說10個好了 你要加14嗎 你這樣 不累嗎 對 不累嗎 老師都知道我的台詞了 糟糕糟糕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看看如果你有用到這個OneNote的擴充工具 那擴充工具在哪裡有 你只要捲到OneNote的網頁最下面 有沒有左手邊這邊都有 也都可以從這邊裝 裝完了在右上角這裡就有 那我們找看看 因為這裡沒有那個嘛 所以我就找我的頻道 不知道 好了來 你看我這個是一個播放清單 裡面有沒有九段影片 有 來右上角 你就點進去第一個 我就點第一個 好 從右上角這裡按一下 他就問你 請問我現在要幫你加你目前這個葉簽 還是全部的葉簽都要幫你加進去 有沒有這裡不是有四個嗎 所以如果老師你是一般的網頁也可以這樣子 我把我要加的網頁都打開了一次加進去就好了 這樣比較快 但是我們現在先不管他 我們先管那個就是播放清單 我就選這個 有沒有一次都進來 預覽發布 你看第一個 如果裡面有說明一樣會進來 然後你就指定好我要放在哪一個課程 等哪一個主題 這樣了解嗎 這樣子 如果還不方便的話 我也不知道怎麼樣才叫方便 哈哈哈哈 好我弄完了 我們來這裡看一下囉 你看我重新整理一下 有沒有這樣自動一點 所以教材不是自己做的也沒關係嘛 我會整理就好啦 就跟平常老師有沒有常常用我的最愛一樣 欸這個我覺得不錯 嗯可以加進來 我也許是當課程的參考資料 不是主要教材可是很好用啊 我就把它收集起來 所以平常老師有發現我們用oneone 擴充工具有什麼好處 你在看教材的時候就同步在怎樣 不是啊 在看網頁的時候 或者是看影片的時候 就同步在整理教材啊 我們剛剛這樣不是在看影片嗎 那你覺得 嗯這個可以當作是我的教材的參考資料 我就怎麼樣 比如說這個 為什麼不送上金星 好 廣告不用理他啦 你就從這裡 有沒有這樣一樣加 那這個是單一的 也沒有關係 一樣有沒有單元名稱跟補充資料就進來了 好就是它的說明 那一般我會把這個預覽跟發布打開 也就是說你這裡有發布了對不對 我另外這邊 沒有按上面的發布也沒關係 因為他已經知道這個教材進來就發布 這樣有了解嗎 所以你看我在這邊 好儲存 這樣就進來 所以如果你要做修改也可以 比如說我這一段 我在加的時候我就發現 這個我把它稍微補充一下說明 說這個教材我們要看的是什麼重點 你也可以寫在這裡啊 這樣你就下次就不會忘記了嘛 對不對 這個是我們用one note擴充工具 第一個 你可以把影片的部分用這種方式加進去 就方便很多 當然要做題目 我們剛剛不是有做題目嗎 那個就必須要進來裡面了 你在外面沒辦法 一定要進到這個裡面 才有辦法針對一個一個來加入你要的題目 他沒辦法用批次的 好